Hello大家好,主春奴 交通事務局和治安警察局今早舉行聯合記者會 宣布特區政府已在2月15日 與內地公安部簽署駕照胡刑協議 將會在5月16日起生效 到時大家可以換牌 當然你有澳門車牌才行 根據簽署駕駛證胡刑協議 內地與澳門承認對方合法的有效駕駛證 一方准許持有對方駕駛證的人員 直接駕車或免試換領駕駛證 胡刑換領駕駛證 准許駕駛車型包括小型汽車和小型自動檔汽車 對持有有效正式澳門駕駛執照的澳門永久性居民 持正式澳門駕駛執照以及身份證明元件 身體條件證明照片 便可直接免試 走去換領內地的駕駛證 不需要參加考試 至於具體細節怎樣搞和哪裏搞 相信稍後便會公佈 至於持有有效內地紙質駕駛證的人員 更方便在入境澳門14日內 便可直接駕駛規定車型 無需換領澳門駕駛執照 不過入境超過14日 需要繼續駕駛的話 經澳門治安警察局交通廳登記後 一年內可以在澳門直接駕駛規定車型 之前內地和香港已經實現駕駛互認 內地和澳門駕駛互認後 將會直接為及內地和澳門旅遊探親的人士 更別離內地和澳門居民駕駛出行 更好促進內地和澳門的交流發展 交通事務局局長林衍生表示 感謝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 以及有關部委的維澳措施 令本澳能即時有超過20萬駕駛證照人受惠 而根據紀錄 未來兩月內 亦有超過2500名申請報考澳門輕營車駕駛執照的澳門市民 他們都受惠 駕照互認將會在5月16日起生效 考慮到兩地的駕駛安全和文化 通告將會推出專題網頁和圖文包 宣傳澳門駕駛安全指引 教育內地同胞也要 至於交局局長林衍生重申 駕照互認並不代表內地車輛來澳門 政府亦沒有北車南下傾向 大家放心 被問及內地駕駛者在澳門違反交通的 執法及非法工作問題 林衍生表示 任何人違反本地交通規則都會執法 他亦重申嚴打非法工作及不接受過界司機 但目前未見過界司機問題特別嚴重 呼籲公眾放心 當局會保護本地司機的權益 希望做好執法及監管 因為早前未試過有個大陸司機 在新馬路市政署門口紅綠燈的位置 U-turn掉頭上 當然立即被市民及警察截停他 叫他不要亂來 駕照互應對澳門人是好事 當然結合澳車北上 喜歡大灣區 就可以周不時澳遊大灣區 我遲些都會去搞的 好,這集片尤其是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為馬 多謝大家的支持 很快 說明 要請 我來 這個